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美中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 9号在华盛顿举行 四名代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防长马提斯 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中国防长魏凤和 在会后召开记者会 单格说各话 蓬佩奥表示 双方进行了一场友好 且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杨洁篪则回应 双方希望更多的协调与合作 魏凤和说 我们强化了战略互信 马提斯呼吁双方减少误判的风险 以免导致南海冲突 根据世界之声的报道 蓬佩奥表示 美国对中国打压台湾 南海军事化 以及维吾尔人权问题感到忧心 对此杨洁篪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他繁殖美国 应该停止在南海破坏中国的主权 而在人权问题上 美国也不应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在美中贸易方面 杨洁篪呼吁美国停战 因为贸易战不会解决任何争端 最后只会伤害双方及全球经济 而蓬佩奥回应表示 美国不想和中国冷战或牵制中国 至于台湾问题 尽管美国保证遵循传统 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双方交流仍然充满着互不信任 惠凤和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谈台湾 表示万一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主权 蓬佩奥则直率地向中方表达美国的立场 也强调美国和民主的台湾有坚定关系 另外在朝核问题上 蓬佩奥与马提斯要求北京继续严格执行 对朝鲜的国际制裁 华盛顿怀疑北京与朝鲜有暗中交易 蓬佩奥表示 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仍有分歧 但透过对话能降低风险 减少关系紧张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11月30日 与阿根廷主办的G20高峰会场合见面 届时两位领导人将延续未完的议题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当然我们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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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